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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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效率属实 低了第三节 还剩一分多中熊禄 一度把分差扩大到40分了熊禄关 推晒出笔分图写道 这不是一个印刷错误 第三节末段 两队早早换下了主力全场比赛 结束熊禄125比91老鹰 34分 大胜对手大比分一比一平 熊禄队四人 得分上双字母哥 25分9版6柱洛佩兹 16分米德尔顿 15分7版8柱正负 直加42笑傲全场 霍勒迪22分 7柱波蒂斯8分 康诺顿9分 福布斯8分 据数据统计字母哥 系列赛前两战在游七区共得到50分过去 25个赛季中 仅他和奥尼尔有过 这种表现奥尼尔 六次有过这种表现 这场比赛我们 每一个回合都很专注我们团结一致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结果 我们必须 带着同样的强度和策略去亚特兰大 那是唯一的方法 赛后字母哥接受采访 说到老鹰这边特雷扬15分9失误全场 16中6 今天 输球羊要背锅了 伯格丹8分4主科林斯 11分8板 徐尔特8分2雷 狄神11分 加里纳利12分 据统计大比分一比一时赢下 第三场的球队 有73%概率 赢下一轮七局四胜至的系列赛 这三双方将一师老鹰主场大火 觉得回到主场后的两场比赛老鹰能拿下吗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